bene 會否因為這家新廠和新公司 舊品牌 CC it's proprietary 它的誠意重新打球人? 我不知道орateur 我肯定是被打球人 各位好,又是我TWYSTV的Brian又,以及今晚主持 今晚也是玩具堂,深水評測 這次不是講Kobe,不過也是講軍事 因為小弟也算是一個老餅的軍事 言歸正經,說回整體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Forces of Wireless 這個香港品牌 如果有些老餅,資深的軍事迷也曾經聽過這個名字 其實這個名字也是世界知名的 當年大概是十多年前 我不特地去翻舊 因為始終是一些過往的事 就是UNIMAX的一間公司 建立了這個品牌 Forces of Wireless 專門經營一些,生產一些合金 合金成份的DICAS的軍事模型 當時主要都是一些易戰的 飛機、塔車、甚至戰艦的產品 有沒有其他年代 我記得也是有的 有現代的,有些月戰的 當時推出了很多產品 我小弟當時也是在一些玩具展裡面 即是一月份那些 也曾經目睹過他們的風采 當年的Bufio大 有很多產品 其實都是有經驗的感覺 看到這些版本 到後期 我自己個人覺得 可能生產上的控制 可能是有些難度 到成品 真的出來的質量 我自己覺得是強差人異 甚至有些貨 不知道從哪裏跑出來 後期就一般 這個我個人的見解 和個人的體驗 不代表所有的東西 當時都覺得 真是可惜 那些版本這麼漂亮 系統 還有生產的意念 或者方向都不錯 一個成品的合金 軍事模型 其實市場很大的 對我自己理解 很大不錯 但可惜 很難 到生產後 出來的質量 真的 我自己覺得 當時有點失望 不經不覺 十幾年後 竟然 有一間新的公司 他們買了一個品牌 兼且重新經營 如果有看我們 TV節目都知道 其實他們 上次訪問 他們真的很精彩 很多朋友都很精彩 那就是 原來 雖然這個品牌 是一個 舊牌子 再重出 但是 原來後面 這次我覺得 挺有信心 加上今集 其實之前我做過一集 是講T34 我相信大家覺得 對這個新牌子 或者舊牌子 信心是大增 這次跟大家介紹 其實我都在想 究竟我這個節目 是圓形不老 還是普通的爆玩具 或者叫深水評測 其實應該是未出門的 但這隻跟大家介紹的Jet Tiger 就是一個貨 不是做一隻板 或者是一個圓形 所以我嚴格來說 都是評測 不過我可以優先評測 首先很感謝Watterson 的兩個負責人 很慷慨 預先給我做一個評測 我也不敢慢 這隻Jet Tiger 來了幾天 看一看 給經驗彈看 細心的龜時民 多看兩眼 其實我還未貼食蝦片 因為這架應該是指揮彈 有個食蝦片的天線 等一下給大家介紹 能否看到顏色 不是版 不是Flow Type 這個是貨 如果我沒有拿錯 應該是貨 因為整隻包裝 做好包裝 整隻是完整 所以肯定是貨 但是是否特別漂亮 我不知道 但是廠那邊寄過來 所以非常感謝你們 我可以看彭卓集 都覺得不錯 但可能看不到什麼特別 也覺得是好 是提升了很多質量 因為我記得那個輪子 和利帶出了少許問題 後來送給客戶 附加一個前面的帶動輪 令到利帶不會彎曲 始終利帶用PVC 加上色 其實油會使用一些 令膠軟了 或者溶了少許 就會套進去 他們就補回前輪 頂著利帶 那就沒問題了 那一輪不是T-SASSE 那一輪應該是FIREFLY 即是營火蟲 都覺得不錯 但是美軍和軍的塔 非常簡單 顏色上 沒有什麼看法 但是去到德軍的塔 就很考技術 也是最多軍事迷 模型迷 最喜歡的 就是這些迷彩 就是這隻 三色CAMEL 三隻色的 還有少許迷彩頒點 其實呢 油 高手當然是OK 好像我們的低手 或者中手 其實已經有困難了 還要跟足 更加困難 再放上生產線去做 出貨都是這樣 嘩 很難 你看回當年的FORCE OF PHILLERS UNIMEX 那時候 面對到一個困難 你就知道了 以下給大家看一隻 當年的舊FORCE OF PHILLERS 的產品 我保持了十幾年 我真的喜歡 但是呢 你看看這架 這架就是當年的KING TIGER 它應該都是三色CAMEL 但是你看看 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不要介意 我想給大家看看 一個事實 以及想推介這個新牌子 是值得去幫忙去推廣的 但是當然好東西 有事是自然香 那麼你看到分別 我不是踩之前的品牌 那個情況 但是產品出來 你會發現 顏色和上色的FINISHING 差很遠 一會我會近距離 和大家比較一下 但是唯一要贊的 當年 做了一個很適合的方針 就是這架炮管 這麼多年 沒有彎 就是因為它選用了 合金去製造 甚至它不是用一些 倒出來的合金 應該是一些開墓 啤的合金 你會發現 就真的 保持到型 而且不會變形 而且是硬正的 這架要賺一賺 當然我玩一玩 其實這架炮就玩了 不過一回合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看看 FINISHING 就真的有少少分別 我再連結給大家看 其實這架也會是主觀鏡影 分別是不是很大 其實超大 因為這架的黑紋 就是車上有很多紋路 譬如這架 這架也有少少 這個 這個沒有防止紋的 這架的防止紋 看到的防止紋 其實是有點粗的 這架沒有 那就不比較 但是在顏色裡 你會發現 一個像模型 一個像當年的產品 但要繞一繞 當年的產品 價格也是很相異 所以 其實在外國 都賣得不錯 真的 我目睹過自己 當時有些 老婆請我去旅行 去到歐洲看到這個牌子 真的可以賣 不是開玩笑 其實是風行 因為始終做正確的市場策略 就是產品的比例 形式 成品 採用的選材 就是合金 加塑膠 其實就沒錯 最可惜就是 在生產的管理可能太困難了 或者其他原因 令到出來的成品是大打折扣的 跟我們看到現場的Float Type 和原先的官圖 當時沒有什麼官圖 再加上就是 有些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貨 充斥了市場 無論如何 我也知道當年一定有難度 但是現在 反而我真的滿有盼望 但是這樣 現在的軍事市場 尤其是香港 是真的減了一點點的 但是 會不會因為這間工廠 新公司 舊品牌 但是Float Type of Rayless 他的誠意 是重新打動大家 我不知道 我就肯定被打動 否則 其實我真的很多事情 需要去做評測 或者拍自己私人的 公司工作 都要做 但這個我真的不敢台蠻 跟大家真真真切切 去介紹這隻 Jet Tiger 好划算 習慣了 留了東西 最補回兩個鏡頭 都是要這樣 我漏了很多歷史 是沒有說 怎麼都要說 上次都說了Float Type of Rayless Float Type of Rayless 這個由Unimax 到現在Waterstones 那個演變 以我所知 跟大家說一說 十幾年了 到現在 又很不同 說回這個Jet Tiger 這個Jet Tiger 其實真的要說一說 我知道大家 都是有資歷的 軍事迷 都很清楚 但是 跟大家重溫一下 而且我始終相信 有些年輕一代 他對這些產品 也有非常大的興趣 所以可以看這個節目 多一點背景資料 讓大家玩得開心 Jet Tiger 其實是納瑞德的 Lightse大戰 是很後期的一個產品 它是用King Tiger的車身 但是是延伸版 所以你看到 分別就是 最大的分別就是 你看到 後帶動輪 和負重輪 之間 是有一條縫的 零四隻多了 那你一看King Tiger 是看不到的 拍完了 King Tiger 看到嗎 很密 密集的 所以其實車身 車架是比King Tiger 所以這架 直到現今有史 是一個 頭身量產 即是打過仗 即是量產過的 戰車來說 是全世界最重最重最重的 但是 多重呢? 我忘記了 沒有看到資料 但是超重 但是量產過 即是真的去過戰場 1944年的後期 即是東天島 入冬 9月份 至1945年 至到戰爭結束 其實 都是在東西線上都有的 所以你看到 冬天迷彩 東部 因為俄羅斯這邊比較冷 另外就是西歐那邊 沒有那麼冷 有些叫做三星迷彩 總投入的生產量 它說是150架 最終 下到戰線的 其實是70-80架 所以不法其上 如果 如果公司做這個Jet Tiger 將80款做完 幾個人 可以儲存 尤其對軍事物來說 好像有一個 完成了一些 很偉大的 收藏願望 所以這架Jet Tiger 其實它的攻擊力 是超強的 如何強化呢 它當時最大的 口徑的炮 是128mm 即是這裡 的直徑 已經超越了 King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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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些 88-105mm 但當然 它沒有炮塔 沒有 另外 它前面 最重 最厚的裝飾 通常 如果有戰車知識 的朋友都知道 最厚一定是這裡 或者這裡 其實應該是最厚這裡 因為 重彈的機會是這裡最大的 就是大家 面對面 看到 一隻一隻一隻 爆塔先 所以這裡是很厚的 是厚到幾厚 150mm 待會跟大家 量一量一些 少趣味 你要知道這間廠 是多麼認真 OK 稍後再說 真正投身的兩個部隊 就是 五一二部隊 六五三 即是戰車連 那些組合 詳細不跟大家說 這輛是六五三的 還有一些位置 其實 這裡說了 我忘記了 如果你留意到 車身這裡 其實有個號碼 車架號碼 他真的 夠膽死 跟到抓 跟到抓之餘 還要有 印上去 這個我自己 這麼久以來 看人家拼模型 也好 產品也好 我就沒見過 可能我自己 看得少 看完之後 我就想 咦 爛我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找到資料的時候 看回車身號碼 他有的 編排 德軍都很清楚 其實只有幾十架 真的在那個範圍裡面 這個坦克 其實現時 全世界只剩下三架 一架在英國 一架在美國 一架在俄羅斯 英國 那架叫布平頓 那個地方 上次訪問老闆 他們經常去過這裡 但那個顏色 就不是這個顏色 其實三架的顏色 都不是這個顏色 美國那架應該是冬天迷彩 布平頓那架應該是 像三色 俄羅斯那架也是像三色 但其實顏色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架應該是參照一些 史實資料去做的 就不是參照那個 剩下下來的坦克 其實連車身的號碼 都不是那三架 那三架也有獨特的號碼 如果大家上網可以找回資料 那哪一個博物館有哪一個資料 但這個叫布平頓 布平頓的地方 真的是厲害的 因為既然 只剩下三架 英美俄有 其實挺難找的 因為少了去過 歐洲的地方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坦克車帶 這麼超重型的 其實是很少找到的 所以都是非常難得他們去到當中 一齊看看產品 但真的實在太多資料要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希望多些資料幫助大家 令你的收藏 或者是在買和玩的過程中 更加多樂趣 那我就把心一環 現在集中火力還是做粵語 即是廣東話 其實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歡 尤其是外國那麼多高手 我用英文有時候 略顯自己更加渺小 當然不是說香港這方面我認識得多 只不過希望多些朋友一起玩 好 現在鏡頭一拍 你發現顏色真的 是不是很棒呢 紅、綠、黃 那些全部 我覺得是很準成 和很近我們看書 看軍事書過中的 Camel Scale 或者Color Scheme 全部非常棒 很準的 你看到剛才看不到的 我們的車長 一個穿黑色的 德軍 不是納水 德軍的車長 傳統黑色衣服 又看到地台 這個地台 我應該沒有記錯 這是我未見過的地台 是新地台 好像是大一點的 其實本身這部車 這部車 就裝在這個架上 就是車和地台之間 因為它的包裝是很棒的 怎樣呢 這個盒子 它有一個套 這是一個 我叫做芝麻卷的套 包著 有Product Shot 這些不是歷史圖片 據聞他們都盡量用Product Shot 這裡就是1945年3月 德國沒有地方 653年 這年好像有四個Jetiger 其實應該可以全部出售 三三日 這些我就不懷疑他們會錯 因為會做得好 這裡後面就是那些資料 Watertons 神神公司 什麼文字 資料都有 其實這裡有一個熱迷絲 我也正在問廠方 這裡整個合金的結構 都說出來 即是合金殼 合金車管 我曾經嘗試拆過 車都拆不到 它說 引擎 可以擺出來顯示 因為引擎不是只有臉 是有其他整個的 這樣可以拿出來 但我曾經打開過 待會跟大家否釋一下 但我就拿不到出來 這個台要講一下 你看那些上色 即是 好像我當年砌模型 即是 砌得好的時候 不是平時砌得到 做完整個瘦色的 即是真的要用心 砌模型的時候 才油到這種效果 我不是說很難油 但在廠做到這樣 就是厲害 地台 這些 那些會轉 待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些 這些 這些車窗蓋 打得開 跟原裝一樣 炮管可以有少少擺動 封道說完之後 其實還有一個盒子 這盒 我比較奇怪 其實它有一個窗口的盒子 所以為什麼它們會有一個地台 會上了這塊 因為它整個盒子 裝出來 即是真的給你看那些完成品 甚至我們叫玩具 對啦 整個盒子放在盒子上 看到整個盒子放在盒子上 很英俊 即是你知不知道 不會買錯的東西 給我一個例子 看到很清楚 都放在盒子上 這個真的 令到包裝功夫 是複雜了 當然 有好處的 當車子上好 像是你戴卡的盒子 就是 所有的地台都上了車底 然後上面有吸索 或者一些保護分 頂住它是最理想的 他們的做法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效果不錯 一來可以指示到車子 二來又可以有地台 三來又可以保護到的產品 他的盒子背景還有這件東西 背景是一個戰場來的 我不確定那時候有沒有巴頓跟他們打 這裡有巴頓跟他們打 還有四五架Jetarger 有沒有那麼厲害 當時的規模 不知道啦 只是這個情景來 給大家看看 這一架裝的東西 好像不是很多 但其實我覺得 完成度是更好 整隻拿出來 不是因為我不用裝的東西 而是 你會發現真的是一隻切齊了一個模型 如果你不告訴我 我是不會知道的 當然 你微小看 那些游公 尤其是 那些人仔 當然沒有你自己游那麼好 但我可以說 好過我自己 也好過很多 游門的朋友 現在馬上提提 游冰仔 是有一班高手 才游得很漂亮 游眼 但大致上 普通的 我叫做模型中階 至中階 不要說高階 其實大部分人 其實游冰是游到 待會看到的 好 既然說冰 大家看到了 近一點 怕對不到焦 因為燈光轉了 現在的光 沒有那麼光 所以近距離 就沒有那麼漂亮 你看到 沒有那些揮號 有油到 輕輕上了一些 白色 就是這樣 那件衣服 你會發現 旁邊的 Color Tab 那些 旁邊的位置 就沒有上了 就是這些位置 先紙一紙 這些位置 就沒有上了 但它有做到 高光陰影 認真一點看 因為它就不是 整塊膠盤出來 黑色就算 它有上了高光陰影 你看到皮帶 最大的分別 是上了色 對不對 那跟當年 科什菲勒的冰 我都已經改善了 因為當年的冰 出廠的時候 就是成本一陣 是差很多 那我不在那裡 在那裡 將別人的東西 踩了 那這個呢 我都英俊了 那雕刻就沒有問題 那它會不會是重新 還是是舊帽 因為它曾經強調過 有成千里刀 舊帽子 拿了過來 但是我猜它 很多帽子 他都重新再做過 那他也看到 因為那些雕刻紋 各樣的東西 都變了 所以這個人 有沒有改到沒有呢 不知道 但出來的成品 那個膠的硬度不錯 不會軟來來 最怕會變形 上色也算合格 對吧 不用理由 好 先看看 車身 顏色 我就覺得 沒得 沒得 投訴 地台也不省 所以摸上手 這部呢 其實有輕輕少少粒 但是絕對不支手 車身也有少少 尤其是PVC部分 就是利帶部分 少少粒 但是絕對不支手 OK 好了 所以擺在地台 就漂亮很多 即是貼地 對吧 這個座椅 直接上螺絲拆就可以了 不用說了 那我就沒有做這件事 就是這裏提供了食蝦片 就是那條天線 六角天線 就裝在隨便一個 這裏頂 那我就不裝了 懶了 都要提醒大家 哪裏玩要小心點 那正面呢 倉蓋 全部打開 那當然要跟那個 真的一樣 要退高一點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只是看書 我沒有玩過 那就是 吸得起來 很健康的位置 就不會有條大縫 總之安心 這些是正的 但是你就必須要 先按一下 那先按一下 那當然 有四個人就最好 但是很少 其實是隔離出來的 除非夏天很熱 基本上都躲在裡面 等著被人射什麼 好了 好 看看正面 這就是那支 128mm的 殺傷力超強 最好留意鏡頭 看到嗎 再看一次 車身片 305022 有些老花眼 好 看看利帶 好輕易地便能動 唉唷 我大側走 好 這個位置 好 再拍 人仔講座了 這兩條天線 是自己裝的 是BBS來的 所以要小心玩 大力一拍 剛才我撞幾下都沒有斷 好彩 但還是要小心 這車的框架跟真車一樣 其實它是燒海合成的 我常常覺得它可以 可以拆開 但我真的不能拆 暫時 有機會我補充資料 好了 現在玩個小遊戲 為什麼它們這麼認真呢 我現在量度一量 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裝甲 這一塊很小 只要是這塊小小的 這個指甲 這個位置 大概是2mm 這塊裝甲 資料上是150mm 1比72 即是剛剛好 2mm 這裏是剛剛2毫米的 因為我沒有微距拍攝 我試試試量度給大家看 看到嗎 大概2mm 因為上次聽說 對於一些日本同行前輩的追求 他們都很渴慕 很羨慕 很敬仰 都知道他們都不會差到對面了 好 這幾塊裝甲 就是PVC的裝甲 即是跟我們下面的一樣 但是就拆出來 就可以掛上去 掛上去當然要小心 因為是可以拆的 我拆掉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要小心呢 其實我恐慌 恐慌後面這個 這個會難 這個應該不是金屬 這個OO 不是金屬 應該是ABS的附件 就在工廠組裝裡面 死且難者會難 但是現在裝上去 起碼不會拆不住 或者起碼不會脫不住 這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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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帶裝甲 就自己裝上去 跟這兩個天使 一樣要自己裝 那麼 車頭這個支撐架 其實也是要自己裝的 這個裝飾 本身的砲盤 一定能頂得住 所以如果移開後 你發現砲盤 其實理論上 是可以動的 這幾塊 打開 好 抵高一點 這個 仰高一點 仰低一點 一定能做到 正常坦克車 或者獵虎也好 真車也是這樣 模型也是這樣 其實還有10度 做到 它連10度做到 剛剛沒有多沒有少 看到他們的堅持 甚至用一個搞笑的 堅執都可以 真的做到足 這支砲盤是冰冷的 好了 先放上去 其實都很容易玩 對於我們一些 有些資歷的玩家 或者成年一些 或者是老餅玩家 就真的好 不用砌 不用玩 多少錢 好像700元左右 就買到回家了 有時候買模型 連保健也不行 無論如何 到底是否自己 自有判斷 這支是MG-42 看病 不是 MG-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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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了 我真的判不到 MG-34 MG-42 看病是看不到的 好了 因為 原管和方管 看不到 但是 很精細 反而 這個機槍 做得這麼精細 就沒有偷雞 可以 轉不轉呢 不特地轉 因為裝上一陣子 就這樣刺下去 好了 精彩的東西 越陸續有來 先講這個後尾槍 好了 這就是傳說中 能夠拿出來的 引擎 是不是這個顏色 我不知道 應該都會有根軸 但是這個引擎 它後面 就可以拿出來 放上這個東西 展示 因為它引擎 可能要修理 但是這一刻 我就拆不上 因為我嘗試拆這塊 頂部的中夾 拆不上 又好像拆到 我就不敢來 因為弄爛了 拍不到 自己玩也沒所謂 所以 這裡還不知道 但是你看到 整部引擎 它是一個立體 就是一塊 以前是做一個浮雕 就算了 這個 看它的說明書 應該可以拆出來 我不敢來 因為又要顧著拍攝 好 我看看這些 疏器的蓋 可以拆嗎 還不行 好 這裡要補充資料 上次訪問他們 說的 Storm Tiger 它全製造了內籠 炮彈也做了 十顆 十二顆 其實這一架 Jet Tiger 情況相似 就是這裡 其實都是彈藥庫 裡面 裝很多彈藥 能否拆到呢 盒子就沒有說到 我現在即場試試看 這裡的門是開不到的 因為它沒有說可以開到的 我不敢來 但是我相信 有地方可以把引擎拿出來 這裡可以補充資料 好嗎 好了 這輛車現在我拆了台 所以會滑 煙通 我要煙通 這裡 這裡也做了 其實之前的舊 舊舊 Forsafelida 也有做 大家師兄好著眼 拿的車 也要托底 這位置要小心一點 雖然它硬直 我剛才也拿過 我弄到卡的聲音 但是沒有爛 可能有油 但是呢 你常常用力吃力 這個始終是ABS附加件 裝上 始終有危機 弄爛了 就不要哭了 但是不容易爛 但是我建議你駕駛的車 就駕駛這裡 小心一點 嘗試比較一下兩個車 先看看顏色 好了 舊的地台是黑色的 新的地台是剩下地台 一個DARAMA 上色的 車身當然是車架短一點 但是可以看到它上色的 這個是頂部 我一次翻樣的 但是也不是很滿意的 但是這裡 這些位置已經不知如何 一批東西 就不是踩 真的需要改善 改善了 因為已經是新公司了 看看這架 好了 精彩了 要拿出來了 我來一個 玩玩 玩玩 Tiger 走出來了 大家留意一下這輪子 看到嗎 我沒有按著車的 我只是在後面 我只是在後面推 就是 即是說 車的重量 其實令到 輪子和理帶 是可以運行的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即是 雖然它的車有重量 而且這些理帶的輪子 是可行的 即是不會噴完油之後 絕了 瘋了 就沒有這個情況 你也能感受到 它的鈴鐺用了沒有 我還未知道 但它有些新的坦克車 它用了鈴鐺 即是有一個懸掛系統 即是會 按下去才會打一打 這個打一打 因為地台不平 稍後就輸出來了 讓大家看 例如上這個 小小的山位 其實你真的有個感覺 就是無形做不到 無形的 你不會這樣玩 二來沒有這麼重量 但現在它有無形的外觀 但是有玩玩具的感受 好 留意一下大家 先要脫上那個 地台的時候 這個 小心點 在未裝之前 除了 當然你打側的車 來收螺絲也可以 但是 不要 一反轉的車 就掉爛了些 千線 人仔 好 看看車底 我們拍又沒有辦法 勇猛一點 就要 好了 喏 看看它的鈴鐺 很順的 即是我不需要很大力 車重量當然可以配合 重量有重量 就比較好 但現在也不是很用力 這些鈴鐺全部動的 難得它是可以 但是這些輔助輪都可以動 很多時候 那些輔助輪都會斜著做 即是卡住 它全部沒有一個 我不知是否有QC 一定都會做 裝完之後會滾滾滾 即是 幫它鬆一鬆 可能油都不頂 如果不是都沒有那麼正 當然它用PVC的理帶 是有限制的 因為用金屬就貴 以及太重 容易難 另外呢 PVC就有變形的情況 這個一上色就一定有 很難避免 但是這次呢 它們也有一點 Fly-Fly的經驗 這個輔助輪都沒有 萎縮 那為什麼沒有呢 它是否裡面 這個輔助輪做了一些 後期功夫 即是不是真車友 但它自己填了 填了一個洞 鎖住呢 不知道 但這個在微均下 零時是麻煩的 前面的帶動輪 好像H型 所以如果你一縮水 它就會變成 你會看到很多產品 其實不單止是上市那價 很多品牌的產品 都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這個肯定它改善了 沒有問題 上次都有補救到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買Fly-Fly 這輔助輪是動的 好正 真的好正 以這個價錢 大家記不記得 Tamiya出的那些 1比35的完成品模型 它直接把模型 即使可以加強 加上補品 食蝦片 鋼線 然後呢 就出了模型 就是在菲律賓製造的 我最記得 那時候賣 那時候賣都要 七百多元 那時候也是差不多 六七年前 八年前 十年前都有了 那時候我還記得 威龍 在旗艦店 還有開的 一開始都不錯 噴色上色都做得不錯 但 很多玩家的評價就是 太完美 或者舊快做得不夠強 正常上色的迷彩 但是 始終是用Model Kit 是很容易爛 結果都是放多 不會像現在有這個 玩的感覺 這個可以玩 可以推 可以動的 真的給兒子推兩東西 都還可以 或者給女兒 或者給女朋友 所以這個 真的很不同 它有玩具的感覺 但也有模型的外觀 這個真是差賺 而且價錢呢 是很多年前 看Mia 的價錢 可能還要便宜 所以 我覺得性價比 就非常之高 我通常都不會 踩 那些產品 踩那麼多 但賺 可以說 都不是很多 我們盡量都在中間位 不要太主觀 亦都不要太行 但是呢 你看看這些 這個窗可以開的 你見到坑 是很正常的 不會說 很大條 然後 放進去 是很適合 不會多 不會少 開帽子 就做了一些功夫 還有 QC生產 做了很多 給你多一些 這麼有的配件 你自己裝回來 整個車 就靈魂出來了 整個有個 有個 模型的感覺 但不用踩 不再這樣 去銷子 這些扣子 做得回 是 看 自己跑得怎麼動 我 好像可以動 好像可以動 動不動 都不重要 動得很棒 再看 偷盔洞 也做回 當然 它不是整個洞 通洞 真車也不是通洞 有鏡子 OK 好了 所以這一架 非常之 滿意 我覺得 一架比一架好 就是 88mm 覺得它很懂得 就是 用功 去做 接著 5-5 覺得 越來越成熟 T-34 我就沒有機會玩過 因為中間有些 空檔 skip了 就沒有真正玩過 到這一架 我就覺得 完全漲入成熟階段 如果它價格 出到這樣 這樣就 很開心 是很多 我們的資深玩家 福音 真的不用齊 但有這個感覺 當然 新玩家 喜不喜歡 就看你們 這架是 沒有好玩具 感覺 很隨便 整架都是原裝 分開 分一件 好了 轉轉光線 就是背後的位置 上色位 精細位 這個位置 大家 整架車 其實沒什麼偷雞 我就 覺得 值得 以這個價錢 我大概 不太記得 什麼價錢 哪裏可以買呢 通常傳統模型店 都好像有賣 應該不難找 因為他們 不是超級限量 那種做法 暫時都 另外 其實還有其他 玩具店 你看到顏色 非常之正 好 今天講到這裡 看到嗎 後面 就是下次會介紹 這架 應該都還未出門 這架 就不同年代 一比七十四 都是一比七十二 直升機 很明顯是近代 或者是現代 大家認識的 就一定知道是什麼機 賣個關子 下次跟大家介紹這架 跳一跳 直升機 但是小弟 都是喜歡 二戰 這架 真的 真的 看到嗎 看到個利大嗎 真的 不會一坨 黏著 會有重的車 經過一些 凸起的物體 的位置 我沒有特意放 我隨意放進去 這個就是十年前 十幾年前的第一代 真是進步神速 QC和生產力 真是值得恭喜大家 當年的線路 是拿得很適合的 但是 始終 除了選擇之外 也要保持QC 生產的技術 很多問題要克服 希望他們繼續出的產品 都是這麼正的 大家 去支持一下 最後講講說明書 有說明書介紹的 但是說明書 這裡要吐槽一點 就是 它沒有跟大家說 如何 我會和廠商反映 在這裏 有一點漏了 或者在他們的Facebook 加上一些影片 教他們如何拿出 引擎出來 說明書 還沒有說如何拿 盒子就好像暗示了 會拿出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集 喜歡我們ToysTV 喜歡Brian Lo的介紹 大家不要亂識 請按讚我們 和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因為你們每一個 按讚都這麼重要 記住我Facebook 也有自己專頁 請訂閱我的Facebook專頁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品牌 祝他們一路蒸蒸日上 好 拜拜